他们越反对,越是说明我做对了。 第二集,书接上文,我安苏老大这么狠的吗? 我是光辉圣学院毕业的。 安苏微笑地看着他。 横水光辉圣学院,虽然亚瑟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学院, 但他总能察觉出一种莫名的大恐怖。 怪不得能培养出安苏老大这般的人才。 亚瑟甚至觉得,安苏老大来到痛苦密教, 就好像是回到加班的那样亲切。 密教徒起床时间是在早上五点半, 大冷天这个时间点起床是最磨人难受的。 但安苏老大总是四点半就起床了。 他们是魂班的大寝室201, 十来人住在一间房,就安苏起得最早。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 安苏的起床动作很大,弄得床铺吱吱吱吱的响。 若是如此,室友们忍忍便会过去了。 毕竟大家以后都是同僚,互相体谅泽个, 包括穿衣走路脚步升大,也都没什么问题的, 他们该睡就是睡,直到这丝拿出书开始沉毒。 所有室友都睡不着了。 这祸是人吗? 他们都被一整天的训练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这家伙还能提前一小时起床看书? 你是魔鬼吗? 201寝室一天的精神压力就从安苏起床开始的。 第二醒来的就是李斯特, 他一般是五点整起床, 因为每晚都穿着纸尿裤入睡, 所以他起床后要去阳台晾晒, 那安了一整晚的味道, 又是让密教徒们再次惊醒的第二关。 最后便是亚瑟,这获起得最晚。 作为一名圣骑士, 他有着很完美的睡眠质量, 除了偶尔的打汗外, 时不时地说梦话, 一直以来的裸睡外, 是个正常的室友。 在梦中他还要练习着圣骑士的基本功, 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梦中对着墙壁打拳。 隔壁的寝室也常常回应着拳击, 伺要和亚瑟对拳, 还往往伴随着几声充满激情的问候, 充满着活力。 201寝室的新生们那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知道这三位是臭名昭著的心腹鹰犬, 更有传言是什么心崛起的痛苦三结, 令人害怕。 起床之后, 便是要去早场集合分班跑操。 安苏从来都是最早到场的, 让痛苦密教徒们心理压力更大的事, 这货跑步时竟然还在看书, 甚至大声朗读。 难道这货就不会痛苦吗? 安苏自上次被生命母神洗礼后, 精神状态大大的提升了, 自然不会感到疲惫。 而所谓的痛苦, 他更是完全不觉得, 这种强度甚至能够让他怀念起青涩的校园生活来, 怀念起青春来, 连带着嘴角扬起了灿烂阳光的笑容。 让在旁边巡视的安杰罗军团长暗自点头, 对于安苏这个年轻人, 他观察好久了, 年纪轻轻就不是个好东西, 长大后必成一个社会大败类, 前途可谓是一片黑暗, 很不错。 现在连跑操都能笑得如此变态, 对于痛苦教义的理解已经远超同辈, 进入了从痛苦中得到乐趣的超高境界。 痛苦教廷需要天才, 更需要变态。 而一个人既是天才又是变态, 那他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至于跟在安苏后面的亚瑟和里斯特, 这两人也是不错。 一个起床起晚了, 没来得及穿衣物, 直接裸奔上操场跑步, 让跑在他前后面的信徒面色痛苦, 前面的信徒生怕自己跑慢了, 被绝了定, 后面的信徒生怕自己跑快了, 绝了他的定。 亚瑟周围就形成了一段很明显的真空圈。 另一个更是为重量级, 跑在他后面的心生压力更大, 显然痛苦恶犬的大名已经是远远流传了出去, 后面的新生们生怕这位恶犬一边奔跑, 一边标记领的自己迎风喝饮料。 这三人都是痛苦蜜叫的好苗子, 安杰罗是很确信的, 跑完早操后就是上文化课, 因为外面还在打仗, 来上课的都是临时调动的军官。 文化的课程是关于痛苦蜜叫典礼, 比如痛苦蜜叫的起始, 对于原初痛苦的解释, 关于新时代痛苦精神的阐释等等高知识含量的课程。 下午的课程则是实战课, 包括暗杀、潜伏、下毒、杀人术等等, 由安杰罗士兵长亲自教学。 安苏对这些课程是相当的期待。 在七大蜜叫中, 痛苦蜜叫对于人体的开发达到了极致, 里面很多的战灰技能都和单纯的杀戮有关。 安苏刚刚才得到了战绩点, 简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训练队点在干校的操场上, 太阳正是毒辣, 灼烧的草叶子都开始打卷, 经受了一整个上午的折磨, 班上的新生们都很是疲惫, 也打不起精神来。 唯独安苏他撒眼神坚定, 笑容灿烂。 安苏自不必多说, 亚瑟毕生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光荣的圣骑士, 但他家族给他报考了术士学院, 如今终于是能够在密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他自是全神贯注。 尽管学了暗杀术, 称不上什么光荣的圣骑士。 里斯特则是因为暗杀术听起来很酷炫, 和有一种暗夜英雄的氛围格调, 很好地激发了他心中那低调谦逊的贵族之魂, 所以也听得很认真。 见了这仨人的坚定好学的样子, 安杰罗军团长比较欣慰, 想着这才该是痛苦密教徒未来的样子, 都是动良之才, 便教学得更加用心了。 等学会了, 就把你暗杀了。 这仨人心中不约而同地想, 所有的课程都结束了, 晚上还有15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 留给信徒们盥洗并解决个人问题。 安苏他撒选了一个僻静的小树林, 要开一个临时的总结会议。 安苏兄, 李斯特一推眼镜, 我们现在成了痛苦教徒, 任务该怎么办? 任务总共有三个, 杀死60名二揭秘教徒, 干扰100名一揭秘教徒, 以及刺杀总军团长。 他们现在仨人脱离组织, 出生在敌人大本营, 而且到处都是抹眼监视, 时间表又被安排得满满的, 根本就无法行动。 学生们也往往是集体行动, 没人落单, 但暴露就是死, 没贡献死了就是零分。 星体考试足足有40%的占比, 这科挂了, 他们前面考得再好也是完蛋。 亚瑟面色也严肃起来, 他露出了相当苦恼的神情, 像我们这般正直正义的圣徒, 随时随地都有暴露的风险。 的确如此, 李斯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比人也觉得, 自己时常与周围那些痛苦教徒们格格不入。 果然, 像我们这般善良光荣的人, 亚瑟无奈地道, 不论在哪里都如黑夜中的萤火虫般那样的耀眼。 亚瑟和李斯特相当担心自己会暴露。 三周后就是二阶教徒的实战测试了, 成绩倒数的教徒会被砍掉手指, 月考前几名会有战灰奖励, 前三名能被提拔为新生教官。 安苏平静地道, 善良的我们来想一想怎么光荣地作弊吧。 好, 亚瑟和李斯特起起点头, 昏暗的日光透过玻璃窗, 此时此刻也有一场会议在召开。 昏暗之中, 几十双阴冷的眼睛散着悠悠的光芒, 互相注视打亮着对方, 目光警惕而带着忌惮, 气氛阴郁而充满着压抑。 在座的所有人都是痛苦密教派来的奈罗入侵者, 目的正式杀死所有的圣徒, 并抢夺本世界碎片的所有权。 他们都匹配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新身份, 分散潜伏在不同的班级中, 如同一条又一条躲藏在阴暗处的毒蛇,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只有同一个小队的人才能互相查看对方的真实身份。 所以这还是入侵者们的第一次会面, 他们既是同伴, 也是对手。 在痛苦密教中, 除了队友外, 没有任何人值得信任, 所以他们目光中带着警惕。 毕竟奈罗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 谁能争夺更多的资源, 谁能立下更大的功劳, 都是要靠竞争的。 在一阵死寂的沉默中, 嘶哑而低沉的声音响起, 少了六个人, 直到骑了四十人, 有一个小队已经失踪了。 那是一名面目猙獰可怖的男人, 裹着深色的兜帽, 眼神阴逸的宛若猎鹰, 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小角色, 但周围的密教徒都不敢出声。 这男人已经介绍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亚树修斯, 现在的称号是痛苦之蛇, 是痛苦密教第三小队低势兵长, 与此同时, 在这个世界是二班的班长。 他杀人如麻, 嗜血如命, 在外界那是鼎鼎有名, 而且足智多谋是军团的智囊, 是个可怕的人物。 亚树, 你有什么想法? 一名壮汉缓缓开口道。 周围的密教徒更是大气不敢出, 这位壮汉更是位天之骄子, 名唤达克, 称号是痛苦之雄, 准三阶的密教徒, 足足有着十九的战绩点, 第二小队的队长。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二阶世界将会是达克经历的最后一个二阶世界。 是夏浦小队, 也就是第一小队失踪了, 痛苦之蛇缓缓地倒。 夏浦, 第一小队。 密教徒们更是心惊, 这次攻略, 居然连那位夏浦士兵长的小队都出动了。 第一小队后, 三名队友可以忽略不计, 但前三位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密教人物。 夏浦士兵长, 最变态的杀人魔, 虐杀孕妇包皮男人, 可谓是追求极致的痛苦艺术家。 奎特战士, 从小就是男同变态, 是最臭名昭著和恐怖的男人, 没有人愿意与奎特为敌。 还有卡曼斥后, 队伍的二号指挥位, 看似谦逊而平常的男人, 其实隐藏着比谁都变态的邪恶灵魂。 这里面隐藏着阴谋。 亚树高深莫测地道, 有三人企图骗过我们, 但他们的演技实在是太拙劣了, 根本就逃脱不了我的眼睛。 此话一出, 密教徒们顿时安静了。 亚树凶手的没错, 达克声音低沉, 有人欺骗了我们。 这里面真相只有一个, 亚树缓缓地站起身来, 他那阴逸而智慧的目光, 从在座所有人身上掠过。 所有人心底里都是一寒, 仿佛浑身都被看穿了, 他们小队故意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不与我们相见。 许多人心中都是一寒, 原来如此。 没有信徒往人格认证失败了的方向想, 毕竟连自己这样的货色都通过了, 他们这样的精英怎么可能会失败? 至于有圣教徒以密教徒的方式出生, 那更是无稽之谈, 几千年的教科书里都没有这种先例。 当然, 安苏他们也是几千年才出仨的, 只有一个可能, 他们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但是, 亚树严肃地道, 像他们这般邪恶的人, 不论在哪里, 都如白天里的史克朗那样的熏笔。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你们对那仨人的身份, 已经有了把握了吧? 痛苦心腹安苏, 第四小队的士兵长法迪利开口了, 他现在的称号是痛苦之眼, 语气斩钉截铁, 夏普士兵长, 他的目光中还带着隐隐的畏惧, 没想到几年不见, 他的痛苦艺术水平又精进了, 竟然达到了在痛苦中享乐的至高境界。 法迪利探服道, 当我听到他早上四点半起床大声朗诵时, 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很可怕, 他已经从肉体折磨, 升华到灵魂侮辱了。 法迪利的话引发了密教徒们, 一阵又一阵地附和, 纷纷痛诉这几天的痛苦, 果然是他。 夏普士兵长的痛苦之道, 又精进了, 我每天都要被他的读书时吵醒, 我们班的教官挂在嘴边最多的话, 就是像隔壁班的安苏学习, 因为他, 我们连队的早起时间, 也被教官调整到四点半了。 还有战士奎特, 痛苦之雄达克神情肃木, 连身为士兵长的他, 语气中都带着些忌惮, 正是痛苦猎鹰亚色。 奎特的痛苦之道, 也是超乎想象, 听到这个恐怖的名字, 密教徒们肩膀更是微微颤抖, 生起一股恶寒。 原来如此, 几年不见, 奎特这个男童更加的变态了, 以前还稍有所遮掩, 只会对好看的小男孩下手, 现在的他已经是昏宿不济了, 现在更是添加了暴露狂的属性。 一大早上, 所有密教徒就能看到这个变态男童的裸体, 逢人便炫耀他的阴损, 他肯定是觉醒了新的癖后, 被同性看到会兴奋。 特别是跑操在亚瑟前后的几位密教徒, 更是痛苦难堪, 原来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 我不敢跑快了, 生怕撅到他, 我不敢跑慢了, 生怕被他撅到。 他们纷纷交流着自己的痛苦见闻。 奎特大人大晚上不睡觉, 一直在敲我们寝室的墙。 难道他寂寞难耐在暗示我? 更有一些信徒浮想连篇。 至于最后一位, 卡曼赤后。 亚树双手拖着下巴, 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吧。 定是那位痛苦恶犬, 李斯特。 所有人都面露畏惧之色, 这位更是重量级。 表面上是一个冷静而优雅的男人, 但被地理却比谁都可怕而阴险。 凡是路过宿舍的, 都能闻到那一股极具雄性特征的味道。 于是他们都知道, 这是痛苦恶犬在标记他们的领地。 如此的霸道, 如此的邪恶, 如此的深不可测。 没人敢与痛苦恶犬为敌, 场面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密教徒们相互对视着, 神情复杂, 甚至还面露羞愧之色。 没想到第一小队, 转眼之间, 他们的痛苦之道竟然精进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 将自己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既然他们如此厉害, 有人提问道,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现身指挥咱们呢? 不会有问题吧? 哼, 愚蠢。 作为智囊的痛苦之舌, 冷哼一声, 是兵长的事情。 你清楚什么? 他双手拖着下巴, 他们小队肯定有着总教堂派来的秘密任务, 所以不能暴露身份, 你们也不要干扰他们, 甚至要给他们打掩护。 想必一旦完成, 就能团灭对面那帮愚钝圣徒。 下话线, 另一边, 安索老大, 就听你的。 这下就能完成教廷的任务了。 亚瑟爽郎喜悦地道, 他露出了敬佩的表情, 就用着招团灭这边的傻子秘教徒。 一日, 色殿小镇, 阴雨绵绵, 漆冷的雨水敲击在老旧潮湿的塔楼上, 水滴沿着墙皮慢慢渗透进城堡之中, 爬山虎在窗檐外摇曳影子, 壁炉的火光将所有圣徒的面容给映到灰暗不定。 此时此刻, 还有一场属于圣徒的会议在召开。 本次会议主持者是秩序神殿的罗森骑士, 他获得的身份是神官长, 坐在他侧手边的分别是德鲁伊教派和炼金教廷的投名, 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牧师和子爵。 这处堡垒也正是色电子爵的住所。 圆桌上所端坐的圣徒都是各个教派的代表, 还有各队的小队长一般都是由前两场考试的状元担任, 总计只有十个小队到齐了。 罗森纳俊朗的面容有些沉重, 他的目光从圆桌上的圣徒们一一扫过。 人格认证也是考试的一部分, 败给密教徒的圣徒们连进入耐落的资格都没有, 光是起步就淘汰掉了进半的圣徒。 圆桌上的所有队长面色都不好看, 人手的不足道还是其次。 更严重的是, 痛苦密教的这处据点实在是太难攻陷了, 甚至都不可能从外部攻陷。 根据这几天赤后的探查, 这处据点到处都设置有炼金矩阵, 周边甚至用炼金铁丝连接起来了, 每晚都有密教徒巡逻。 密教据点估计还养了几只猎犬, 能闻到强烈的气息。 据点内部与外界也完全不同消息,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里面还有一位四阶顶级的军团长坐镇,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次考核的艰难。 光辉教廷的代表呢? 那个安苏莫宁斯塔呢? 尽管心里相当的不愿意, 还是有人喊出了安苏的名字。 面对这种一筹莫展的情况, 就只能靠边境人最擅长的卑鄙手段了。 他? 圆桌间有人冷笑了一声, 从进入世界开始, 我们就没看到过他。 你还指望他吗? 估计他们连人格测试都没有通过吧? 一个耍小手段的边境人而已。 说这话的正是色电子诀, 炼金教廷的状元爱丽丝, 希恩。 他身着身色贵族仿杀羊群, 面容精致。 您的表姐爱雪莉, 希恩面下也是这样看待边境人的。 牧师长下纳撑着腮帮子, 半眯着毛子, 勇懒地道。 不过最后他可是道歉了哦。 别和我提表姐。 爱丽丝像是炸毛的猫。 眼见局面有些失控, 罗森轻轻地敲击了桌子边缘, 发出咚咚的声音。 所有圣徒顿时安静了下来。 作为秩序骑士罗森, 准三阶的圣骑士便是有如此的威望。 秩序不需要失败之人来维护。 他那富有雌性的低沉嗓音响起, 安苏他们没有通过测试, 那便是辜负了秩序的期待, 已经是失败者了。 即使他们来到了这里, 也什么都做不到。 秩序之神赐予了安苏神赐称号, 对于秩序教廷新生一代而言, 也是尸体统的事情。 自家神的称号, 被一个其他教派的圣徒拿走了。 他不能进入守卫森严的痛苦干校中, 不能堂堂正正地迈入密教的大本营, 不能征服狡诈而残忍的痛苦教徒们, 靠着诡计也无法是傲慢的敌人折服, 无法守卫秩序。 而这些事情, 我们将会做到。 罗森的语气逐渐热血沸腾起来了, 我们也必将做到。 我们正在召集领主地里的骑士团队, 并从镇上召集士兵, 从正面碾压。 我们即将重新构建新的秩序。 他的这般庄重发言, 顿时引来了圣徒们的鼓掌喝彩, 纷纷感叹, 这才是圣徒该有的样子。 黄昏雨仙, 安苏领着亚瑟二人, 堂堂正正地走在痛苦干校的大道中央。 他们走路的姿势甚至有些大摇大摆了。 三人统一穿着痛苦密教的二阶军装, 萨爽的深黑大厂随风飘舞, 残留秋雨顺着光滑的长筒军靴低落, 纯白色的军帽上配着骷髅头的标识。 步履整齐, 腰板笔直, 军靴踩在水洼中, 溅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涟漪。 而凡时路过的一阶教徒们, 远远地瞧见了他们仨, 都纷纷让开一条道路来, 狡诈而残忍的痛苦密教徒们, 都纷纷低下了他们高傲的头颅, 不敢与其对视。 安苏学长好, 甚至还有心生直直的鞠躬, 等安苏走远之后, 才敢吃起腰杆来。 这一周来, 痛苦三杰的名号已经是越传越广了, 他们那独有的痛苦之道, 已经慢慢折服了当地的痛苦信徒们, 有的心生还开始钻研起, 这三人的痛苦之道来。 目前还隐隐分成了三个派系, 痛苦享乐字母派, 全裸男童兴奋派, 漏尿羞耻闷骚派。 而二阶的学长们, 又大多是潜入者, 都将安苏三人末认为了第一小队的下谱三人组, 只是有着秘密任务, 才不方便暴露身份, 更是对其心存尽胃和忌惮, 不敢找茬, 害怕, 坏了组织的大事, 都将其视作了痛苦干笑的未来。 而现在, 这三位组织的未来, 正杀气腾腾地向一个地方走去, 气势凛然而走路带风, 一时之间众人退避, 不敢与其争锋。 该如何摧毁, 折磨这些密教徒呢? 最不济, 也要干扰他们的训练, 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为讨伐做出贡献来, 才能获得分数。 该如何才能加大力度地折磨他们呢? 一天前, 安苏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李斯特和亚瑟都沉默了, 他们不知道, 他们目前做得都不够, 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他们对于痛苦之道的钻研, 还没有到达极致, 他们想不出来办法来。 痛苦干笑的防卫, 是无懈可击的。 下毒?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食堂的饭菜, 都是严密封装的。 与外面的圣徒里应外合? 他们现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光, 但就没有资格与外界联络。 暗杀? 这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干笑的主要区域都装备得有魔眼, 一旦暗杀就会暴露, 一旦暴露就是死亡。 所有密教徒们也只能在主校区内活动, 因为一天只有中午下午, 各15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 吃饭, 卫生, 睡觉都被统一管理了。 每天只是4点一线的循环, 食堂, 盥洗室, 宿舍, 教室, 这也是无稽之谈。 在这般的蹉跎下去, 安苏他们这三人就只能以零分收场了。 但这时候, 痛苦心腹安苏提出了解决方案, 即将施行计划的第一个阶段, 他们即将到达那个地方, 公共灌洗室。 整个痛苦密教就只有一个大型的公共灌洗室, 只在自由活动时间里开放, 公一二阶的学生洗漱, 解决个人问题, 教官们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唯一的公共灌洗室, 每天只开放两次, 一次15分钟。 而安苏他获得的临时圣衣物中, 有一个叫做女神的护服的东西, 作用是能让每天神次称号的次数增加一次。 安苏嘴角带着平静的笑容, 缓缓地推开了公共洗手间的大门。 里面有很多信徒, 看好了, 秩序之道正是如此使用的。 安苏随即选了一个隔间, 推开门走进去, 快速解决完个人问题后, 他用谁也听不到的声音轻声道, 此地属于公共区域。 秩序的心灰, 颁布律法, 他神圣肃木地道, 此地禁止随地大小便。 这一天, 不知道为何, 所有的痛苦密教徒都痛苦地变秘了。 秩序的心灰, 要求颁布的法律, 必须要围绕最基本的秩序展开。 不能颁布有歧视的规则, 不能颁布离谱的法律, 也不能颁布杀害他人等等的危险律法。 但是, 公共场合禁止随地大小便, 这显然是围绕着最基础的秩序展开的。 既然如此, 公共惯喜事也能算公共场所。 做合法文明的秩序公民, 这也正是秩序之神的期望, 是秩序教廷的教义。 所以, 安苏颁布的法律是能够生效的。 时间缓缓地流逝, 惯喜事只开放15分钟, 超时的就是违反了校规, 要被严惩的。 远处的钟声缓缓地响起, 回荡在夜空之中, 这是查请的预备灵, 预备灵响后便要马上回到宿舍了。 隔间的门一道又一道地被推开, 露出一张又一张困惑而尴尬的面容。 他们相顾无言, 却也不会说出自己的难言之意。 毕竟这个问题比较的私密, 也许只是因为今天的状态不好吧。 密教徒们并不知道, 其实是法律的力量阻止了他们 做出不闻名的行为。 等走出了惯喜事, 他们又突然觉得隐隐来了灵胆, 但预备灵声已经敲响了, 只能明天再来解决了。 你引起了痛苦母神的注意, 安苏尔盼又想起了心体, 那空灵的声音。 他知道这最终的成绩, 是交于灵界之上的神明化身, 观测平定的。 但安苏还是有些纳闷, 我一个正教徒官你痛苦母神什么事情? 用个秩序手段, 不该是引起了秩序的注意吗? 我一个正教徒, 行得端坐的正, 怎么老引起你的注意啊? 生命母神是下头母神, 痛苦女神是牛头母神? 无所谓了。 安苏整理了一下略显凌乱的军帽, 将领口的扣子系紧, 在灌洗台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便要离开此处了。 在同镜的倒映着, 这时候, 隔间的门飞缓缓地拉开, 一个眼神如毒蛇般阴冷毒辣的男人, 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也身着暗色的军装, 军帽上的骷髅徽章, 标志着他二阶密教徒的身份, 气质阴郁而威严。 此人正是入侵军团的智囊, 第三小队的士兵长, 现世称号为痛苦之蛇的亚树修斯。 亚树缓地向安苏走近, 面色严峻而肃目, 那毒辣的目光已经将后者看得透彻。 安苏莫宁斯塔, 他打开了魔岛水龙头, 是这样,安苏道,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痛苦之蛇,亚树。 亚树一副已经将安苏看透了的模样, 我们都是聪明人, 亚树缓缓地道,不必和我伪装, 你的真实身份我已经看穿了。 安苏心中微微一惊, 抬起头来, 见眼前这人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样子, 后者那墨绿色的眸子, 深邃的吓人, 隐隐闪烁着智慧的色彩。 什么时候暴露了, 安苏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 是在炸壶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安苏道, 哼,亚树冷哼了一声, 你若在这般否认, 便是在侮辱我的智慧了, 我拒绝这般轻悦的侮辱, 似乎是个狠角。 请您说人话, 安苏已经在思考如何将这人干掉灭口了, 将外面的亚瑟里斯特一起叫过来, 群殴? 可现场又该如何处理呢? 总而言之, 先走一步看一步。 您可能是认错人了。 他歪歪脑袋露出单纯干净的微笑来, 我说了我已经看透了你的身份了, 安苏, 默认斯塔。 亚树沉声道, 像你这般邪恶堕落的人, 无论是走到哪里, 都如白天中的蟑螂般那般的出众, 那般的鲜明。 你那深邃黑暗的气质, 已经将你彻底地暴露了。 您这是在夸我, 还是在骂我, 安苏眨巴眨巴毛子? 亚树凑近在安苏的耳边, 用谁也听不到阴沉地道。 你是夏普休斯曼, 第一小队的士兵长。 这人兄脑袋有毛病吧? 看到安苏依旧这般茫然的样子, 亚树对于前者的评价又上升了一分。 不愧是夏普士兵长, 即使到了这个地步, 还能完美地扮演出迷茫懵懂的少年模样, 特别是他那清澈中又透露出几分猛逼的眼神, 简直是神来之彼。 事实上, 安苏确实比较猛逼, 事情还是第一次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并不是扮演秘教徒太差了, 被发现了, 而是装学生装得太好了, 被当作领导了。 既然如此, 安苏瞬间就反应过来, 声音缓缓地低沉了下来, 他冷哼了一声, 眼神中的迷茫瞬间退去, 取而代之的则是深邃和冰冷, 你怎么确定的? 他开始装起来了, 起初我还只是有所怀疑, 并不敢确信。 亚树沉声道, 但就在刚才, 我已经确定了, 你就是夏普士兵长。 因为我感知到了, 伟大的原初痛苦, 亚树表情肃默, 他的目光在您身上短暂地停留。 只有神选之人, 治恶之人, 才能吸引痛苦母神的目光。 所以说, 你这牛头母神偷窥别人, 还如此明目张胆。 太下头了, 安苏在心中赋斐, 但面上的表情, 却是更加深沉严峻了, 他的痛苦中裹挟着隐隐的愤怒, 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 是谁给你的胆子敢打断我的计划。 亚树被安苏的气势所震慑, 汗水慢慢地顺着面颊往下躺。 但他毕竟是密教徒的痛苦之舌, 第三小队的士兵长, 是不会就这样被安苏的气势所震慑的。 为了达到他自己目的, 哪怕是直面夏普, 也不会畏惧的。 我并不想直呼您的名讳, 亚树声音低沉, 他直直地与安苏队试着, 我也不是有意打断您的计划, 只是情况有变, 一切都事发突然, 太过紧急, 我不得不叫住您。 而我只选择您, 那是因为, 只有夏普士兵长才值得信任, 别的人我都不放心, 担心会走漏消息。 安苏心道, 进入正题了, 利用这次机会, 能够套出重要的情报。 此时此刻, 预备铃声已经响了第三遍了, 离扎琴只剩下一分钟了, 气氛冰冷而死寂, 凄冷的秋风从他们之间穿过, 呼啸在陡峭夜幕下, 亚树严肃地道, 这件重要事情您需要保证, 绝对不告诉第三个人, 绝对不告诉第三个人。 机密程度既然如此严重, 安苏心中默默私存, 告诉里斯特和亚瑟应该没关系吧, 毕竟一个是犬, 一个是鸟,都不算是人类。 亚树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 那件突发的紧急事态便是, 安苏摒弃宁神, 我解决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没有灵感了, 就想起身走, 然后我发现, 安苏聚精会神, 我忘记代纸了, 您能借我一点吗? 你他妈的, 堂堂士兵长被手下发现没代纸, 传出去会很丢脸是吧? 这家伙也是个女人货色, 我也没代纸, 安苏微笑着道, 其实他带了, 显而易见的, 亚树的表情瞬间就僵硬了, 表情比便秘还要便秘, 虽然他确实便秘了, 他嘴唇微微颤抖着, 瞳孔收缩而又缓缓放大, 低垂着眼眸, 最后轻轻地呼了一口气, 像是下达了某种决心。 既然如此, 请等我一会。 亚树又折返了回去, 随着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他才终于走了出来, 打开了盥洗室的龙头, 狠狠地搓捏着手指, 洗了好几遍, 要将皮子都给搓掉了, 这货还是个狠人。 手指也是手指, 安苏心中暗道, 今天发生的事情, 还请夏普士兵长不要往外透露。 亚树沉默了半赏地道, 请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 预备灵打最后一遍了, 离茶请只有一分钟了, 我们尽快离开吧。 好, 安苏点点头, 并在心中构思怎么传出去。 尽管相当地丢脸, 但只是夏普士兵长知道的话, 倒也不是太难以接受。 夏普士兵长是很靠谱的男人, 其实, 已经有第二个人知道了, 沉闷的男生从身后传来。 但下一秒, 亚树心脏仿佛停了半拍。 随着老旧门飞推开的吱嘎声, 相邻的一见隔肩缓缓地推开, 露出了亚瑟那略有些尴尬的笑脸, 他不好意思地挠了脑脑袋。 亚树惊恐地看去, 你这小子是什么时候藏在那里的? 他还以为人都走光了, 哪曾想隔肩里, 还潜伏着个变态男童? 一时之间, 场面有些死忌, 亚瑟觉得气氛有些尴尬, 他便冲着亚树笑了几声, 想着靠着自己那洒脱豪爽的笑容 来缓解后者的尴尬, 他便是如此善解人意的男人, 这时候就要靠着幽默来缓解了。 这种事情倒也是正常, 我也常常遇到过这种情况, 亚瑟露出男人都懂的表情, 冲着亚树眨巴眼睛, 我知道, 你也不想这件事情被教官知道吧? 哪曾想, 看见了亚瑟的这笑容, 亚树的表情更加的惊悚了? 奎特战士冲自己笑什么? 他这个变态, 该不会是看上自己了吧? 口味有这么重吗? 这个变态, 该不会用这件事情, 来威胁自己做那种事情吧。 心中的念头转了好几个, 亚树表情阴晴不定, 他缓缓地呼了口气, 心中告诉必须要冷静下来, 只是您二位知道, 倒也没什么。 这时候, 附近的魔导广播又慢慢地响起了, 但却不是铃声, 而是金属质感的广播声, 悠扬地回荡在干校内, 紧急求助, 紧急求助, 干校里也有广播室, 就在宿舍旁边, 但只有二阶以上的教徒, 才有资格使用, 可以用来发布一些求助的广播。 请公共灌喜室附近的有纸教徒注意, 请到第一层第十四个坑位, 痛苦之舌, 亚树修斯需要好心人的帮助, 他拉屎忘记代指了, 亚树修斯需要好心人的帮助, 他拉屎忘记代指了, 他拉屎忘记代指了, 广播一直重复了三遍, 才缓缓地停止, 灌喜室内, 不知道, 安苏和亚瑟斩钉截铁的切割, 估计是不认识的人, 这套熟悉的操作还能有谁? 当偷听到亚树忘记代指了后, 最外隔间的李斯特就眼前一亮, 趁着众人不注意, 他一推眼镜, 斩钉截铁的就向外冲刺跑去。 对于李斯特而言, 作为一名骄傲而谦逊的贵族, 帮助受苦的同学那是他的义务。 这样能助人为乐的机会, 李斯特自然是义不容辞, 亚树只觉得面目通红, 从来都没有感受过如此的羞耻, 他的自尊心可是相当强的。 亚树那苦心经营多年的冷血毒蛇形象, 今日就将要因为曲曲手指而毁于一旦, 最关键的是他付出了这般大的代价后, 他还是没有搞到指来, 最终还是自己解决的。 亚树正想要说些什么, 来挽回一下自己丢失的形象。 就在这时, 灌喜室的大门被轰然推开了。 是第三小队的队友们。 队长, 指来了。 他们脸上还挂着残留的汗水, 口中呼呼地喘着气, 眼神中都仿佛带着光, 那闪烁的光芒正是最高贵的队友情。 这个奈落世界考验的是队友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所以一听到队长有难, 第三小队的队友便马上齐齐出动, 赶在查勤死线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快马加鞭地将救援物送了过来。 仅仅只是十几秒的时间, 这种奇迹速度正是队友之间的宝贵情谊。 迎着手下们那热切的目光, 亚树只觉得一股闷气躲在胸口, 这一刻他知道自己的人生结束了。 事业, 熄灯前大多密教徒都不会直接睡去, 而是会在床上分享这几天自己的见闻和八卦, 来放松一下精神压力, 这也是唯一的娱乐方式了。 在前世, 这被称之为寝室夜谈会, 而各种奇闻异事则会如野草般迅速传播出去, 而且会逐渐离谱起来, 并在某人疯狂地推波助篮下不断地衍生进化。 第二小队寝室, 你们听说了吗? 亚树今天拉屎忘记带纸了, 所有人都没有, 据说还是他手下送过去的。 真的假的? 第四小队寝室, 你们听说了吗? 他手下也没有纸, 亚树今天是用他自己的手指解决的, 那他对自己可是真的很隔壁楼。 亚树今天拉屎忘记带纸了, 他手下也没有纸, 亚树今天是用他手下的手指解决的, 那他对手下可真是狠。 信奉痛苦享乐字母拍的新生寝室, 亚树想要从痛苦中获得快感, 所以故意不带纸的这是主人的任务。 那他玩得可真是狠。 信奉全裸男童兴奋派的新生寝室, 亚树今天和他的手下在厕所里搅屎, 那他和手下玩得可真是狠。 信奉漏尿羞耻闷骚派的新生寝室, 亚树已经领悟到了痛苦羞耻的精髓, 被搅多了, 开始漏屎了。 那他玩自己可真是狠。 教官请示, 我听说你们那连队的那个亚树啊, 在厕所里湿屎还要纸巾擦嘴。 这家伙不是我们连队的。 第二天清晨, 安苏睁开了眼睛。 他下了床, 推开窗, 享受着清晨的微风。 秋雨初季, 今日午后的天空像被洗涤过班程彻透明, 轻轻微冷的秋风吹拂而过, 草场上的枯叶随风撩动露珠, 像是被风吹起了阵阵草色涟漪。 这是个很清爽的早晨啊。 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 他露出了干净灿烂的笑容。 生活真是美好, 痛苦母神再次关注了你, 就是不知道大清早的, 这下头母神瞅什么瞅。 与此同时, 心体使者的声音缓缓地响起, 这是只属于圣教徒的频道。 所有的圣徒都能够听到, 首次击杀, 痛苦之舌, 第二小队队长, 二阶术士, 亚述修斯放弃资格, 退出耐落, 因是主动退出, 可返回原世界, 贡献者, 安苏莫宁斯塔, 50%, 里斯特穆恩, 40%, 亚瑟桑尼, 10%, 因首次击杀加成, 安苏获得5分, 里斯特4分, 亚瑟1分。 正在集结军队的圣徒们, 梦了, 天还没亮, 爱丽丝就已经带着他的小队出发了。 今天他们要去拜访临阵的伯爵大人, 这位伯爵阁下, 手上握着一支30人的二阶轻卫队, 若是能得到他的帮助, 铲除痛苦密交的把握, 就大了几分。 乘着马车来到色电阵郊外的淡绿平原, 寒冷陡峭秋风灌满了每位队友的衣精, 淡薄的鱼堵白, 缓缓地从地平线上升起。 先是穿过了哨所, 沿着山坡一直向上, 通过了几个粗鲁士兵的审阅, 交了几枚金币后, 他们才看到伯爵的堡垒。 让女仆通报后, 便是在大厅里漫长地等待。 爱丽丝也以为这次请求援助会很简单, 是很轻松且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令爱丽丝感到意外和惊讶的是, 他们足足在大厅里等待了一个小时, 却仍然不见伯爵的身影, 只是区区一个偏远地带的伯爵罢了。 摆什么派头? 身为帝都贵族的爱丽丝, 哪里受到过如此的冷落? 她无论是走到哪里, 都是被以理相待的。 虽然比不得表姐那般的天才傲傲慢, 但爱丽丝还是有着贵族的浇灌气质的。 但想着她现在的身份, 只是色电伯爵的子爵, 便也只好忍下这份冷落。 只要能求到军队, 便暂时忍耐一番吧。 她这次一定要取得考试的投名, 狠狠地打那个叫做安苏·莫宁斯塔的边境人脸皮。 爱丽丝最不能忍受的便是, 她一直以来都爱戴爱雪莉表姐, 竟然会被折服于这个边境人。 考试之前, 还对她说什么遇到安苏, 可以直接选择投降, 姐姐不会责怪你的。 区区一个下贱的边境人, 耍一些小手段, 有什么好神气的? 好了,这几个家伙连人格认证测试都没有通过, 只是输给密教徒的失败者罢了。 被这样的家伙踩在脚下, 实在是令人生气, 但现在一切都将改变了。 爱丽丝嘴角, 擒着淡淡的笑容, 凭借着她常年混迹于贵族圈子的交涉手段, 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弄到援军, 甚至拿下手杀, 也将是她爱丽丝的功劳。 而那些边境人, 也只能羡慕地看着她了。 爱丽丝小姐, 伯爵似乎还没有出来您觉得这有用吗? 等待了很久了, 一位炼金术士忍不住开口了。 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 忍着寒风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 此时状态已经是困倦不堪, 又冷又饿, 见伯爵迟迟不出来, 便忍不住有些怨言了。 约翰,西斯先生, 我记得, 您的父亲也是偏远自觉吧? 可真是的。 爱丽丝优雅地抬起好看的眸子, 朱唇清起。 您要知道, 凭借着上流贵族的社交和口才, 便是连军队也能劝来。 爱丽丝的毒蛇, 也有几分爱雪莉的味道。 她优雅地道, 对于伯爵层次的贵族而言, 时间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若您感到不满, 大可以去追随你们边境的安苏先生。 啊, 我忘记了, 他们好像连奈洛都没有进入。 她此言一出, 便得到了几位拥顿的负荷。 就在此时, 爱雪莉才说完不久, 星体使者那空灵剔透的声音响起了, 首次击杀, 听到第一句话, 所有圣徒都惊恶了, 困意瞬间就消失了, 都怀疑是自己听错了。 首次击杀? 他们现在才来到奈洛世界不到一周, 怎么这么快就出现首个击杀了? 是准三阶骑士, 罗森缅下做的吗? 可按照原来的计划, 罗森缅下现在应该在色电阵征召士兵啊, 那是谁完成的? 是哪位圣徒? 是哪个小队? 竟然能比罗森缅下还快, 他们互相对视着。 你看我我看你, 从对方的眼神里, 只读到了迷茫之色。 痛苦之舌, 第二小队队长, 二阶术士, 亚树修斯放弃资格, 又是一阵哗然。 痛苦之舌, 他们不知道是啥, 但队长二姿, 可谓是相当有含金量。 队长, 在痛苦密教中, 也被称之为士兵长, 那可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炼金教廷的几支队伍, 现在连密教具点的门都进不去呢, 结果竟然有小队连士兵长都击杀掉了。 所有人都对这位击杀者的身份感到好奇了。 爱丽丝的表情也很微妙, 她瞪大眸子, 侧耳倾听, 要知道是谁抢了自己的首杀? 是德鲁伊教廷的夏娜? 还是, 她心中闪烁过好几个可能的名字, 但当听到了心体使者的下一句话时, 爱丽丝只觉得世界荒诞而古怪,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清醒。 贡献者, 安苏·莫宁斯塔, 50%, 李斯特·穆恩, 40%, 亚瑟·桑尼, 10%, 因首次击杀加成, 安苏获得5分, 李斯特4分, 亚瑟1分, 嗯, 啊哈, 爱丽丝迷茫地说不出话来, 她歪歪脑袋, 眨巴眨巴毛子, 冥冥耳畔想起的都是她能听懂的词汇, 但组合在一起, 就完全成了超乎她理解的句子。 安苏? 是那个安苏·莫宁斯塔吗? 还有那边境的两人? 她是怎么做到的? 圣徒们也是惊恶而彷徨, 宣闹声此起彼伏, 他们不断地向同伴确认, 所有人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按照罗森和爱丽丝所言, 那边境三处不是被一开始就被淘汰了吗? 集体打赢了复活赛了? 就算打赢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无声无息刺杀的? 痛苦密教的管理如此严格而完美, 整整一周了, 他们都没能踏入一步, 想要刺杀一位二阶密教徒究竟是怎样高超的手段? 社会性的刺杀便是最无声无息的刺杀, 不对他们终于意识到了端倪之处。 按照星体使者而言, 那卫士兵长是选择主动退出的, 那只能是自杀。 虽然是自杀, 但却判定为边境三处的贡献。 莫非是他们太恐怖强大了, 把痛苦密教徒吓得自杀了? 部分圣徒心中掠过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最无法接受的是爱丽丝。 她只觉得面上如火烧丝的红, 怎么可能? 而最恋爱丽丝面色难看的是, 一名管家模样的中年人走入了大厅, 她先是行了一礼, 然后慢条思理地道, 亲爱的子爵阁下, 你们实在太过喧哗了, 失了贵族的体统, 还是请你们回去吧。 因为惊愕与安苏的首杀, 他们的讨论声实在是太大了, 惊扰到了伯爵, 认为都是些无理之徒, 便下了逐客令, 被赶走了。 爱丽丝总算是体会到了一丝表姐的感受。 这都什么玩意啊, 凭借着下流贵族的社交和口才, 便是连士兵长也能劝死。 刚才被她嘲笑的约翰圣徒, 一拍手掌, 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现在去投奔安苏, 还来得及吗? 色电镇是一个毗邻海边的偏远小镇, 此地常年受到痛苦密教的掠夺, 小镇人口已经实不存一, 寂寥的秋光覆盖在残破古老的街道上, 枯败的落叶伴着死去的老鼠, 一桶腐烂在下水道中, 家家户户防门紧闭。 按理来说, 这个小镇拉不出多少壮丁的, 也是榨不出多少油水的。 尽管如此, 罗森骑士还是凑出了一支百人左右的小队。 他凭借着与生俱来的领袖天赋和人格魅力, 以及教廷骑士长的身份, 经过一番激情的演说, 成功地说服了当地的执政官。 在本地教会那边, 又招来了十名左右本土的二阶圣徒。 若是爱丽丝那边顺利的话, 他们就能拉出一支近百二阶圣徒的队伍, 再加上百名平民士兵作为掩护, 就有足够的实力与密教徒叫板了。 哪怕是队上那位四阶的军团长, 他们也有不小的胜范。 至于本地士兵的伤亡代价, 这不在秩序歧视考虑范围内。 这里只是个奈落世界, 是一个事件的特异点, 与他们无关。 只要能够捍卫秩序的荣光便好了。 将这支临时凑齐的队伍训练一番, 磨合半个月, 他们就能正面进攻了。 罗森今天的心情相当不错, 完美而优雅的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角, 直到他听到了心体使者的声音。 首次击杀, 痛苦之舌。 罗森微微眯着眸子, 安苏来到了这个世界, 挺让他意外的。 他还拿到了首次击杀罗森, 下意识地握紧了剑柄, 微微地用力。 虽然不知道他们藏在哪里, 又是怎么做到的。 但仅仅只是杀死了一个二阶式兵杖, 倒还不至于让罗森失去一态。 作为一名准三阶骑士, 秩序教廷的新生一代, 他的目的就只有狩猎这个世界的军团长。 这类世界争夺战, 驱逐入侵者只是最基本的任务, 这能够保证世界不被夺走。 任务三, 刺杀痛苦密教军团长, 才是这个二阶世界的最终任务, 不过始终没有圣徒能完成。 毕竟二阶的世界, 却要讨伐四阶的敌人,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但罗森有自信能够做到, 他坚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个壮举, 凭借着他与队友之间的信赖与友谊, 必将能够夺回秩序之神的认可。 区区安苏, 便不足为虑, 自己必将击溃密教徒, 秩序的心灰。 颁布律法, 现在是正午一点钟, 是每天15分钟自由活动的时间。 安苏嘴角挂着平静的笑容, 今天又该做每日的日常任务了。 他与李斯特和亚瑟快速解决完个人问题后, 便直接颁布了法律, 无形的律法瞬间笼罩了整个冠洗室, 此地禁止随地大小便。 安苏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明镖兵, 自然是不能容忍在公共区域随地大小便的行为了, 他要严厉地监督密教徒们, 纠正他们错误的行为。 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 床上不能有人, 水池里不准有水, 冠洗室里自然也不能随地大小便, 这正是作为一名新世纪学子的基本素养, 这些异世界蛮子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随着律法的颁布, 整个冠洗室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哀鸣声。 比便秘更痛苦的事情便是, 连续便秘两天。 在连续的高压学习压力下, 他们的心态本就是摇摇欲坠, 现在又连续遇上了这等痛苦之事, 不少密教徒都要发疯了, 最痛苦的不是便秘, 而是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没有灵感了。 听说今天早上的亚述修斯, 就是因为便秘才自杀身亡的。 当安苏一脸清爽地推开门, 走了出来时便能看到一张又一张苦大仇深的面旁。 比较有意思的是, 一些密教徒满脸难看地走出了冠洗室, 继续往前走, 渐渐走出秩序的心灰覆盖范围后, 便立马感觉腹部里翻江倒涌, 只觉得灵感瞬间大爆发, 连忙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江回来, 但刚一推开门, 那股灵感便似潮水般迅速退去, 只留下了无尽的空虚寂寞。 这奇特的寸直感, 要让他们抓狂了? 究竟是他们有问题? 还是这个冠洗室有问题? 安苏观察着他们那因痛苦而逐渐扭曲的表情, 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他那清爽而干净的笑容, 与周围的密教徒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使用得来的圣衣物女神的护符, 给秩序的心灰增加了一次使用次数。 今天晚上还有一次开放时间, 继续每日任务吧。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安苏的生活相当的规律。 清晨跑早操, 白天学习痛苦密教徒的理论知识, 下午与晚上进行实战训练。 这些高强度的学习让安苏受益匪浅。 他先是学会了一个痛苦密教的出阶魔法, 血影, 辅助魔法, 消耗魔力点二, 原为四, 可以暂时把伤口转移到自己的影子上, 持续十分钟。 若期间造成伤害的敌人死亡, 则可将伤口二次转移到敌人尸体上, 又是在教官的指导下, 学会了一个出阶战灰。 血流, 辅助战灰, 消耗战技点一, 可以为某次攻击附加流泻效果, 使得被攻击部位血流不止, 持续十分钟都是很实用的技能。 除此之外, 他的每日活动就是早晚各一次, 禁止密教徒们随地大小便了, 肉眼可见的, 连续好几天的折磨, 绝大多数密教徒的面色都凄惨的可怕。 现在他们已经确定了, 就是这惯喜是有问题, 有人在搞鬼? 又在某几个文明雕兵的刻意歪曲和推波助篮下, 渐渐衍生出一个宗教传说惯喜是坑中的蛇, 并在心声之间迅速流传开来。 当然, 这暂时只有部分心声相信。 这间惯喜室是被诅咒了。 不久前, 有一个叫做亚树修斯的学长, 因为常年痛苦的便秘, 自杀死在了惯喜室内。 他死后便化作了蛇状的鬼魂, 潜伏在坑之中, 那阴冷恶毒的毛子死死盯着上方。 每日正午和午夜, 有难言之隐的他, 平等地诅咒着每个正常善良的密教徒, 让他们饱受痛苦的折磨, 以满足他那邪恶扭曲的灵魂。 超凡事件, 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说, 这一切的坏事情, 都是那个叫做亚树修斯干的。 和文明镖兵安苏没有任何关系。 反正亚树也没有意见。 经过密教好兄弟夏普士兵长的不断宣传, 亚树死后的名声越发响彻了, 正所谓是赢得身前身后名。 想必远在现实的他, 也会为此感到欣慰和骄傲吧。